让我们看习题五 背景资料如下 图6.2是某加压泵房 工艺管道系统的安装的一个截取图 第二是假设管道清单功能量如下 低压管道 FY35x8 21米 中压是219x32 这是32米 168x24是23米 114x16是7米 这些令都给我们了 假设的 第三是相关分分性 同一编码如下表 这是低压探钢管 这个低压要注意编码列项 然后中压探钢管 低压探钢平汉法兰 中压探钢对汉法兰 这些个 第四是 办219x32管道相关定额 姓母 这里边定额编号给了姓母名称 低压管道 注意哦 然后这一个是低压的一个是它是电弧汉 然后这个是中压 然后它是亚电联汉 所以我们要套定额的时候一个注意压力等级 还有一个要注意它的连接方式 然后这个是中低压水压试验 也就是中压低压都可以套 这是管道喷沙除秀 喷沙除秀 这个不能组到管道的中压大压中 除秀跟油漆 是组到油漆里边去 然后他们的 安装的人财机 主财的钱都告诉我们了 再看是 绿红化 聚息逢腐 管道空气吹草 水冲 那这是空气吹草水冲洗 这个我们要看设计声明 来组到管道的中压大压中 要看选哪个 该工程 人工单价是81个工日 管理费和利润分别是 人工费的83%跟35% 这个这俩合一起 都是以人工为基数 这是我们公益管道系统的平面图 然后这个是管道标告表 那这个它就只有平面图 没有系统图 或者是截面 烫面图 那么我们要想知道力管的话 你必须得根据平面图和管道标告表 来分析 我们看设计声明 把设计声明跟图纸结合起来来看 第一 本图为某加压泵缝工艺管道系统部分 安装图 标告是以米来计 其余都是毫米 第二碳钢材质是20号 无缝钢管 管件是成品 法兰进口段是低压 碳钢平焊法兰 压力等级是低压 然后平焊法兰 出口段是中压对焊法兰 那这个法兰你压力等级不一样 还有连接风势不一样 分别编码裂性 都是亚电连害 第三 管道水压程度及严密性实验合格后 压缩空气吹槽 那你这个实验和严密性实验 你要组进去 然后它用的是空气吹槽 而不是水冲洗 煮驾的时候进来组空气吹槽 不能组水冲洗 第四是 地上管道外壁喷沙除锈 绿红化聚乙细缝浮 地下管道是喷沙除锈 巨蝎沾胶带缝浮 地上地下缝浮做法不一样 好我们把这个说明看完了 那我们回到这个图 那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 什么是入口管 什么是出口管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地方 这个指挥法 那这个箭头是往这个方向 那液体应该是往这个方向流 那它肯定是从这进来 这是入口 这是出口 那入口是低压 出口是高压 这个地方能够根据这区分出这 要不然我们算的时候 不知道哪个是低压 哪个是高压 然后再看管道编号 那从这个截指幅开始 这是十四号管 十四号管 我们从这个这 它是三二五乘八的 然后它的标高是负二米 所以它应该是从这 水平管 那这个程度你从这 能能算出来 那这个肯定是有个圆圈 有个利管 然后这一段管是十三号管 十三号管的标高 我们从这儿是正一米 那它就是从负的零米到正一 那负零米到正不零零有一段零米 然后再从正不零零到一米 这应该有三米 但是三米里边有零米在正不零零以下 有一米在正不零零以上 那这个就是水平管 十三号管 那这个尺寸你可以从这边来看 是吧 零米五 零点七五 零点八二五 零点七五 然后这又有一个利管 这个是十一号管 十一号管的标高在负一米 那就是从正一到负一 那这个利管又是零米 然后这个是零米五 然后这是十二号管 那么十二管 十一号管 十二号管的标高 十二号管 它也是三二五成八 它是正一 那十一号管是负一 那这也有一个负一到正一的标高差 这是十二号管到这 那十二十一 还有十三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也就是这些管 这些管它都是三二五的 那么它应该合到一项 就是算管道安装的时候 因为它压力等级一样 连接方式 材质 管径 都是一样的 这是一项 但是我们可以分地下地上 为了将来它算丰富的时候不一样 再往 从加泵 这加泵加压 你出来压力就大了 就是中压了 那中压的话 这个地方是十二管 从这出来水平管 再走水平管 走到这有个利管 这个是九号管 那你十号管的标高是正一 九号管是负一 从正一下到负一 那这肯定是两米的利管 然后从这走水平管 一米八 零点八零点八零点八 然后走过来之后 那这都是四个利管 四个利管 你我们先看这个地方 七号管 还有八号管 这是七号八号 七号八号管的标高 是正一米 七号八号管正一 那么七号八号管正一 七号管八号管正一 那也就是你这儿 正一 那这个正一的话 我们看这个正一 七号管八号管正一 你从这儿这儿过来 你过来的话 这两处 你是从九号管 九号管负一到正一 那他这肯定有零米的利管 然后水平管走到这儿 水平管走到这儿 这是四号六号管 四号六号管的标高是负一 那就又从正一下到负一了 这又是利管 然后再从这儿走过来 走过来 弯头弯到这边 弯头弯到这边 好 然后接下来看这个 这个方向 那从这儿开始 一号管 一号二号管的标高 是负二 一号二号 那负二 这个是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 四号六号管 是负一 对吧 负一 那负二到负一 这个地方负二到负一 有一米的利管 一米的利管 那这个是负一 这是负一 然后这个是 三号管跟五号管 三号五号是正一 那再从负一到正一 这儿有一个零米的利管 然后走 这是正一 底下这是九号管 九号管 它是负一 那从正一到负一 这儿又有零米的利管 这个要会走 这些是管道的走向 一会儿我们还要算 我们的弯头 它的数量 法篮的数量 法门的数量 也能够数出来 然后再看 这是管道标高表 这个是我们的法门 你看 一二三四五六 一号房门 这是扎房 那这儿告诉你是 DN200 那么一号 一号我们在这儿 那么它是DN200 这个管道是多少呢 连接的是十号管 十号管 外径是219 那外径219 它对应的公众直径 是DN200 能够知道 那么这个是有七个 七个我们也能数出来 你从这儿数呢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这七个 然后再看DN200的 它这个是 房门的型号 是H41H 更40C 然后DN200 那它也是在我们的 应该是219的管道 二号房门 二号房门 它应该是指挥法 二号应该是指挥法 对吧 我们看 H H就是指挥法 这是指挥法 然后再找 DN300 DN300 也就是这个流量计 这儿有一台 过滤器 DN300 一台 然后流量计 DN200的两台 阀门 阀门 这个闸阀 闸阀 这个是三个 这个应该是DN300的 闸阀 三个 DN300的闸阀 我们 一个 两个 三个 三号 三号 闸阀 DN300 它三个 当然这个 阀门 它没让我们算 直接给我们了 如果让我们算 我们从这个地方 也能够找出来 只不过 它给我们 闸阀的目的是什么 在知道题里边 它给我们 闸阀 它已经给了你 工程直径了 你通过在平面图上看这个 阀门的编号 主要目的就是我们要知道 它这个管道 它图纸上给的是外径 然后 阀门给的是公正直径 你能够知道它那个 外径和公正直径的一个对应关系 主要是告诉我们这个东西 好 我们再看 问题 第一个 按照图6.2所示内容 列式计算管道管件 项目的工程量 这是工业的 所以它管件要单独列项 那么管道的话 我们也要区分低压和中压 还要区分管件 那我们入口 这个都是325的 DN300的管件一样 它是一项 出口是DN200的中压 然后都是DN200 所以管道应该是两项 然后管件的话 我们有弯头 入口的低压的弯头 出口的中压的弯头 还有我们的三通 这些 按数量算 第二是 按照背景资料2 还有3中给出的管道工程量 和新冠分分性 清单的统一编码 图6.2规定的管道案中 技术要求 及所示法栏的数量 根据通用安装工程量计算规范 我们一三版和清单计价规范 一三版规定 编制管道法栏安装项目的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 填入答题指6.2.1分分项和单价措输项目计价表中 那么这里边主要是让我们算 因为管道的量它已经假设了 那就是要我们算法栏 法栏的话 我们要区分不同的压力等级 还有不同的工程直径 分别要编码列项 一三 按照背景资料4中的新冠定额 根据通用安装工程量的计算规范 一三版 还有我们的清单计价规范 编制FY219乘32管道 注意啊 它是219乘32的这个 那这个应该是中压 它每米是147.5千克 分分上清单 作用单压分一表 那你要把一个是它本体 一个是水压实验 还有就是它设计水平里边用的空气水槽 都要组到它的总共代价中 数量来保留三个小数 其他保留两位 问题四是某总成包施工企业 根据某安装工程招标文件和施工 方案拟定按以下数据及要求进行 特别报价 该安装工程按计算出分分应 这个是分分应的人才集费 合计是6000万 这只是人才集哦 你分分工程费 你还得取管理费利润 6000万里边人工占百分之十 人工就是600万 单价措输项目只有较少价项目 较少价搭拆的人才集是48万 其中人工占百分之二五 那就是人工就是48乘以百分之二五 就是12万 总价措输项目中 安全文明施工措输费 包括安全施工文明施工 环境保护 零人设施 它的人才集 根据登地造价管理机构发布的规定 是分分应人工费的20% 那就是分分应人工费 乘以百分之二十 是安全文明的人才集 那你还得取它的管理费利润 夜间施工费 二次搬运 东宇具施工增加费 原工厂及设备保护 其他总价措输项目费的人才集 它的人才集费用 是分分用工厂 人工费的12%来寄取 其中人工费占人才集的40% 那就是人工占人才集的40% 你算出人工的目的是 为了取管理费和利润 管理费利润分别是人工费的 60%跟40% 那这道题问题四里边 它管理费利润按100% 人工的100%来寄取 然后暂列金200万 专业工程展工价500万 那么暂列金 它要寄入我们的合同价 招标文件定多少 我们写多少 专业工程展工价也是500万 招标文件定多少 我们寄多少 还有总统报服务费 它是按专业工程 你这个500万的3%来寄取 那这是总统报服务费 不考虑技润工 那就是其他项目 全台里边要包括 暂列金 专业工程展工价 技润工技润工没有 还有总统报服务费 规费是分分样工程 和挫折项目中 人工费的20%来寄规费 上述费用不含增税 可抵扣的进行税额 增税税率是9%来寄取 按照通用安装工程量计算规范和 我们的计价规范规定 计算出该管道系统 单位工程投标报价汇总 将各项费用 记入单位工程投标报价汇总表 他把空表给我们了 给我们了 我们要能够填 这是他给的空表 他怎么给的 我们怎么填 这个表不需要我们画 但是我们要汇算汇总 考我们的计算速度和准确度 这是这么一个典型的工业管道的 管道算量 还有我们的法兰计算 以及工业管道的主价 还有我们的投标报价汇总的一个计算 这么一个题 管道我们说了有两项 我们先算粗的 也就是入口管 也就是这个325 那从这过来 我们可以分地上地下 我们再合 先算地下 地下的话 你这一段 你就是1米8加这个0.5 然后再加地下的 地下的你 14号管是2米吗 地下的 你就是这 这是这一段 然后这一段走到这了 那我 这个都是地上 你看 14号管 14号管 你就是正1米了 然后11号管 11号管是负1 那你从正不零零到负1 这儿有一米 这儿也有一米 然后你再加这个0米5 也就是 这是力管 然后0米5 然后得到8.8 这是地下 那地上 地上的话 水平管是这一段 那这个是13号管 正1 那这个应该有一个1米 1米的力管 然后再加这个水平管 水平管你可以从这看 0米5 0.75 0.825 0.75 也就是 这个是水平管 这是两个力管 好 然后再加这儿 你这一段算了 再加12管 12管 它也是正1 所以这儿有 正不零零往上走1米 然后这一段 这一段是 0.755 825 0.75825 再加0.75 然后再加这一段 0.65 也就是我们这儿 这个地方 这是它的力管 算出来是10.81 由于地上地下 它都是低压 压力等级一样 其他也都一样 特征都一样 合并 合并到一起 得到19.61米 这是325的 然后再看219的 219乘32的 这个我们有好几种算法 我们这个地方 先算地下 1加上1.8加0.8乘3 我们看它是这样算的 它是先算的这一段 从这儿开始 那你这个10号管 你的标高 你是地上的 12管是正1 然后这个地方 9号管 9号管的标高是 负1 9号管 那在这儿 负1 那么它负1 从正不灵灵到负1 这儿肯定有个1米 然后你再加1.8 0.8乘3 这就是我们这个 1.8 0.8乘3 然后这个1乘4 1乘4的话 是你 你这个 这些地方 因为你底下的这个管 是负1 到正不灵灵 有四个四段 利管 1乘4 这是1乘4 然后再1加上 0.75加0米5加0.5 再加0.8 这是哪一段 0.75 0米5 0.5 0.8 我们看 那我们可以 算 这一段 这个三号管 跟五号管 三号管 五号管的标高 是正一 我们先算的是 地下的 那我们先算地下的 这个三号 五号 我们一会儿再算 我们这个 七号 八号 七号 八号 是地下的 七号 八号 也是正一 那七号 八号 也是 七号 八号 也是正一 这个七八 然后这个是 三 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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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正一 那 第一的 这个地方 这个四号 六号 四号 六号 四二六号 是负一 所以我们可以算 四号 六号 四二六号管 是负一 那你 这个地方 你肯定 从负一到正分零零 有一个 一米 然后你 这儿是 0.75 0米5 然后再加 0.5 就走到这 然后再加 这一段 这一段 是0.8 也就是 我们 这个地方 是吧 0.75 0.5 0.5 再加 0.8 这一段 然后这个 一加 一 再加 1.8 加 0.5 这是什么 那我们看 就 这个地方 就 算到这 这个就算过了 两段乘二 然后我们再看 这个一号管 二号管 一号管 二号管 的标高是 负两米吗 那我 这个地方 这一段水平管 一米八 再加这一段 水平管 0.5 这也是一样 这都是 这都是在 正分零零以下 然后你这个是 从负二到负一 这有一米 然后这是 从负一到 正分零零 是吧 你算 正分零零以下的 这有一米 所以这一米 这一米 是这两个一米 好 我们从 这来看 这就是两个一米 然后这一米 8加0.5 然后乘二 乘二的话 就是你 你这个 跟这个是乘二 然后你这边 跟这边 也是乘二 这是 地下部分 然后我们地上 先来算地上的 0.65 0.75 0.85 0.75 那我们就可以 从 这个地方来看 我们 走一下 那先从这 从泵里出来 从这 0.65 然后再从这 走到这边 这个地方 你就0.75 0.85 0.75 走到这边 然后你再从这 力管 到正分零零 你这是十号管 十号管的标高 是正一 所以这有一段 力管 这是力管 这个是水平 这是力管 然后这个 一乘四 一乘四 你这个 正分零零以下的 已经算过了 那你七号管 八号管 还有 这是七号八号 这是三号五号 三五 标高正一 七八 也是标高正一 所以 从政府联络到 正一 有四个力管 是在这个地方 啊 这就是我们 这个 一乘四 然后 0.75 5 加0.825 再加一 这是我们这一段 你看这一段 还有这一段 0.75 0.85 然后你也是 你这个是 我们的七号八号管 正一 正一到正分零零 这两段 力管 一米 然后这个算完了 这儿 从这儿走 走到这儿 那这个是 0.75 0.825 0.75 0米5 就是这一段 然后再加一 再加一 是从这个地方 正一到正分零零 然后两段嘛 这个地方也有 然后算出来是 24.8 把这球盒得到 53.7米 那大家看这种 工业管道的 管道的算量 它就一定要把平面图 跟这个管道标高表 必须得结合起来算 才行 这是这种图的一个 注意事页 就是平面图 跟管道标高表 结合起来 然后再看 弯头 那弯头 钉300的 是入口的管 这个7个弯头 7个弯头 我们看 你这个地方 是不是 负两米过来 上去 再过来 它这个地方有俩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所以七个弯头 这是七个 然后这个 钉200的弯头 这个钉200的弯头 22个 这个数起来 可能不小心就会错 这个22个弯头 我们给大家数一下 那么还是按照 管道走向来数吧 那么出口管 你从这过来 这一个 这是俩 一个 两个 三个 三个 然后三个的话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然后八个 八个 过来 九个 十个 十一 十二 然后这过来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然后这儿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一二二 二十二个 正二十二个 是吧 我们能把它 数出来 二十二个 然后这个三通 五个 三通是低压的三通 那你这儿是不是 它这个地方 你底下上去 这儿有个三通 一个 两个 三个三通 四个三通 五个三通 这五个三通 在这儿能够数出来 五个三通 然后第二 分分性和单价 粗食性 五清单 计划表 那这个表 我们在编的时候 你看管道 管道它假设的量 我们就不用算了 你就把它的管径 材质 压电连汗 水压实验 空气水槽 分别编满列性 这个量给它拿过来 中压 这个也是量给了 接下来我们看 这个低压探钢 平安法兰 这个5.5负 这个是325的平安法兰 5.5负 我们要根据图纸来数一下 5.5负 那低压就入口 那这个阀门两侧 这是一负 两负 三负 这是四负 这个五负 还有一片是跟设备连的 这是0.5负 所以它是5.5负 这个5.5负 然后 这是低压 这边是中压的 中压的话呢 我们是一负 两负 三负 四负 五负 六负 七负 八负 九负 十负 这还有一片 10.5负 这是10.5负 这个 或者你写 5.5你可以写11片 这个是21片也行 按片 一负就是两片 再看问题三 中压单价分译表 中压分译表 我们要把中压管道 它的本体 它的水牙试验 空气水槽 都要组进来 那这个编码 我们就直接写过来 是吧 然后 这是它的清单单位 令是假设的 然后我们就抄定额背 这个抄的时候 中压 因为 219的 它是出口的 出口管 是经过加压棒 加压后的 中压 然后它是压电连汗 这个要套对了 然后还有中低压 水牙试验 那这你就抄定额背 人才机 是吧 定额单位10米 那你 方案量等于清单量 一比就是1 再除以定额整额单位 0.1 然后 以人工费为基础 取关的费利润 83% 一个35% 得到这个 0.1 乘以这四个数 得到这四个数 中低压 管道水牙试验 也是一样 0.01 乘以这几个 得到这 然后这要注意 这是管道的吹扫 空气吹扫 你不能套水中起 干扰性 它这个数量 也是0.01 这边 同样的方法 0.01 乘以这四个数 得到这四个数 那么把 清单的人工 这个管道的 移压实验的 还有空气吹扫的 合计得到它 材料 机器 管理费利润 都得到这了 接下来 微价材料 微价材料 一个是 泛219x32的碳钢管 一个是我们的 这个 就是这个管 是吧 别的没有 那么这个管 有两种 两种方法 一种就是按千克为单位 那这个千克为单位 就是你清单 管道 一米 要消耗它 多少千克 这个就用 它 一米 一米 你 你消耗 定额里边 能查出它 十米 消耗多少程度 然后 一米 多少千克 一乘 就能得到 这个数量 然后它 每千克 是6块5 这辆一乘 得到899.31 或者是用这个米 这个米 那么米的话 它的数量 就是你 你用这个9.38 9.38是定额 十米消耗 它9.38米 然后你用9.38乘以这 就是你这的这个数量 0.1 也就是说 你十米消耗 主材是9.38 那一米 是不是就是0.938 0.938 然后这个 每米多少钱 每米多少钱 就用你 这个 每千克 一千克是6块5 你每米是147.5千克 这样一乘 就得到 每米 958.75 然后你 再乘以 0.938 就得到 899.31 这零种方法都对 我这是把这零种方法 都写过来了 你在做答案的时候 你可以选一个 然后这个是 其他材料 10.031 10.031 就是我们这 这个安装的服务材料 然后把 这个跟这个相加得到它 或者这俩相加得到它 然后 899.31 就是位置价材料 然后把安装的人财机 管理费利润 加这 得到综合参加 好 那么这个题 我们就讲完了 这一问 综合大分译表 然后 最后一问 投票报价汇总表 我们就更加安装背 想来填呗 那他这是要分费用工程费 6000万是分费用的人财机 我们要用人财机 加上管理费利润 人工是占人财机的百分之十 这是分费用的人工 你人工一进入取管理费利润 百分之四十百分之六十 得到6600万 那我就把分费用工程费 写过来了 其中人工600万 输出项目包括安全文明 还有其他总价 以及缴手价 那么安全文明这个 我们可以看一下 后边怎么算的 首先是缴手价 缴手价的人财机48万 人工占45% 取管理费利润 得到60万 缴手价的输出费 安全文明的 他是 他的人财机 占分分人工的20% 这是他的人财机 然后他人工占 人财机的40% 这是他的人工 人工为基数 取管理费利润 得到168万 其他措施项目费 其他措施项目费 他占分分上人工 他的人财机 是分分上人工的12% 然后他人工占人财机的40% 然后取管理费利润 得到100.8 然后措施费合计 就是60万 你的缴手价 加168安全文明 再加其他措施费 得到我们的 措施费的合计是 328.8万 措施费里边人工 这个48乘以25% 这是我们 缴手价的人工 这个是总价 措施项目的人工 这些有了 我们就可以填 我们这儿的 措施费的合计 其中安全文明 是吧 安全文明的人工 缴手价的合计 缴手价的人工 其他项目费 其他措施项目 100.8 其他措施项目费的人工 有了 然后其他项目费 暂列金200万 专业过程攒问价500万 总统包服务费500万 乘以13% 然后把这仨求合 得到其他项目费的合计 然后我们规费 规费是分分项 和措施项目的人工 为基数 那我们 就可以 算规费 这个 规费 这个 分分项和措施项目的人工 乘以20% 得到我们的规费 137.76 得到这 137.76 规费 然后税金 税金就是分分项工程费 措施项目费 其他项目费 规费 也就是税前造价 乘以税率 得到我们的税金 最后你这个合计 合计的话 我就是把 这个分分项工程费 加上我的措施项目费 这是分分项吗 这是措施项目费合计 然后其他项目费合计 然后再加规费 再加税金 得到投标报价的总计 这个数就算出来了 当然后边这个地方 也有它的计算过程 我们的总计就有了 那么到此为止 我们管道的这个图量价 形式就给大家讲完了 我们给大家都选了一些代表性的 有几排水的 有工业管道的 还有我们的一个消缝的 图形的话 我们常见到的 我们基本上也都给大家 在洗地板里边有了 你像这种有尺寸界线的 有的是行对 行对做表表式的 有的是有平面图 有泡面图的 有的是只有平面图 给你管道标告表的 就是常见的这种 样子我们也都见到了 再就是组价 一个是组综合担价 还有就是分分项和担价 措施项目签单价表 以及我们其他项目 废的计算 投标报价 汇总表的计算等等 甚至条材料 新一件的也都涉及到 所以说我们这个习题 这几道题 我认为还是非常好的 我们学员一定要 动动手 练一练 把它做会了 我想大家把这些 整握的话 按照我们的要求去做 我相信大家最终 都能通过这个考试 好 我们就紧到这 谢谢大家